就刚刚那些参赛的这些马的话 有的贵的一百多万 最普通的话也是五六万块钱 赛马的主题来了 今天上午就要进行我最喜欢的赛马 现在是九点钟 我已经到赛场了 看看很多人都在准备中 这边总共的话有九百多个人 都是有票才能进去 然后票都是免费的 现在要开始了 我得找个好的位置准备啦 哎 马开始跑了 比赛进行时 大家看一下 先是我们的跑马 跑马就是大跑 哇 这个好厉害哦 那大家可能觉得走马和跑马有什么区别 走马就是它就是小肺部 它难度比较大 万一在中途它大跑了 那比赛这个就结束了 所以走马如果取得了第一名 那真的这个马就很厉害 那跑马呢它就是一直大跑 因为大跑的话还是相对要简单一点 也是很厉害 反正我觉得我们都是马背上的民族 像我们这边的话 小孩子一般都是从小就是骑马过来的 而且骑手都是选16岁以下的 因为比较轻 然后大家可能说的 你们这边的马怎么比内地的马要小一点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们是藏马 藏马的话会相对小一点 但是它的跑步能力不比内地的差 这些是我们八清线今天走马的一些 第一名 走马的话它就是小岁部 它会难度比较大 所以的话平时的话年龄会相对会小一点 但是这位爷爷呢 他是年龄在我们四次骑手里面 年龄最大的 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第二名 所以大家都在给他献哈达 大家看一下 祝贺我们这次大家取得优异的成绩 明年还得跑 我也要献哈达哦 现在说是从1第一名到20名 都要再聚集在这边 一起献哈达 然后拍照留念 献哈达的话要有三个 一个是给骑手的 一个是给马的 然后一个是给马主的 拿三个 现在过去 下马刀 有点小鸡 是我们的第二名 森林区的 得到了4万块钱 弟弟 打个招呼 第二名 第一名 第一名 这匹马在我们这次大取赛马节里 取得了一个双冠的好成绩 相关就是他是大跑的第一名 长跑的第一名 所以呢取得了总共8万2千块钱的奖金 这匹骑马的名字叫三别捅住 音译出来的话叫欣赏事成 寓意是非常好的 给马主献上哈达 给赛马也献上哈达 最后给我们的骑手献上哈达 之前呢有很多人问我 拉木你为什么放牛不骑马呢 这么辛苦是吧 其实在我们这边的话 马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相反呢在我们这边的话 马比我们交通工具还要金贵 看一下两位参赛的小弟弟 打个招呼 嗨 哈喽 叫什么名字 第七名啊 这个呢 小弟弟另一个去哪了 他是第六名 第六名啊 太棒了 谢谢 哦 好的 好的 再见 再见 哈哈哈 一个是第六名 一个是第七名 哇真的是太好了 就刚刚那些参赛的这些马的话 呃有的贵的一百多万 最普通的话也是五六万块钱 所以的话我们平时的话都不舍得出来溜 在我们赛马节的时候才会把他们溜出来 比赛一下 诶 真个第一第二 有人问我就是赛马的时候是不是女孩子是不能靠近的 其实我们这边也有这样的说法 主要的话是因为 女孩子比较软弱嘛 怕被提到 但是赛马结束完了以后就可以进去了 像拉姆现在不是在这里吗 呃就是结束了以后被踢了 自然倒霉了 想看赛马的外地朋友快来哦 还有好几天才结束 后面更精彩哦